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在讲疫情 在讲性骚扰案滚雪球 但今天是什么日子呢 今天是六四 那么六四天安门事件到今天来看 究竟会成为一个民主的印记 还是变成消费的蔡总统 拿来消费转移话题的一个焦点呢 显然是后者吗 我们进去看看王丹因为被爆出来 有两位受害者声称自己受到了 甚至是差点要性侵害 而蔡总统今天脸书上谈什么 他谈今天是六四天安门34周年的日子 他希望中国年轻人 有一天能够自由自在地唱歌 甚至引述了贵州大地铁新闻的事件 那么在他的脸书贴文强调 自由有多么重要 网友大家反应却是说 哎呀 这只是用来包装吗 芒果干用来想想自己观中天 还是其他民主 甚至所谓的价值崩坏 现在民党发生的事情的时候 又要怎么面对呢 六四天安门事件 赖清德说台湾没有忘记 5月35日 莫忘六四 民主专制是台湾跟中国最大的区别 但是现在民主跟专制的选择 大家民众听起来似乎又很刺耳 不太一样了 王丹是所谓的境外性骚扰案加一 他本来是民运人士 是英雄般人士被包围簇拥的 如今却成为性侵害性骚扰案的主角 台湾一位男生站出来控诉 今天甚至露脸来开了记者会 他说甚至就是到了被侵害的地步 他过去选择不公开 因为受不了压力 但当时就会被说 你是不是中国派来的打手 就是你老公的阴谋等等 但今天总算me too加一 他站出来的时候要告诉大家 我要面对你 就像面对站在坦克车面前的人 他很害怕 但是要站出来 先听听他的记者会 我个人当时因为身心状况 其实并没有很稳定 我我觉得我还承受不了舆论的压力 就像是大家可能会说 我可能是中国派来的打手 或是好 我可能是来抹黑 这个所谓的民主阵营的人 所以我当时承受不了这样子的压力 所以我并没有选择公开 可是我现在面对你 我现在面对王丹你 我就像是那个站在坦克车面前的人 我很害怕 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一个不小心 我有可能就会被你这台坦克打死 你比我有太多的权势 你有太多的光环 就是所谓权势的不对等 让当事人被害人不敢讲话 不敢站出来 而他今天站出来了 那么另外又出现了一位 叫做清大的硕士生 他也表达了自己被性骚扰 衣服被他伸进去摸腰 等等这些情节 他认为王丹是一个惯犯 长期以来就是性骚扰的惯犯 而王丹的回应很无所谓 他说那就来告吧 显然他也不在乎或者是很轻松以对来面对问题 但对于被害人来说 没有一个人有办法轻松 那么所以游盈龙 台湾民进行会董事长 他来分析这整个事件会造成的影响呢 会不会造成四个族群的选票流失 他指出了四个族群 影响重创民进党形象 包括了年轻女性高学历中产阶级的选民会流失 他会严重的冲击总统跟立委选情 接下来就拭目以待跟观察 尤其是赖清德党中云洋 道歉之后一直表达会有一些重要的处置措施 但是赖清德现在做法 但还在观察 没有看到具体的作为的时候 这个青年票 是不是通通送给柯文哲了呢 而他们当然赖清德的说法是说 哎呀 这个是中共在制造战争气氛 要引导台湾人民去选择 希望选上的政党 所以台湾总统都有中国决定 台湾民主无法进步 是非常重要的 又把这件事情又要引导到老公那边去了 但是呢 最近有一个事件是在昨天发生 今天上了媒体 就是美加的联合军舰 在通过台海的时候 真的差一点就爆发了冲突 先来看看这段画面 画面上可以看到 这是美中云号 驱逐舰在经过台海的时候 旁边是解放军的军舰 要求它改道 甚至迫近到距离非常的近 只有166公尺的距离 就差一点点可能会发生差撞 所以才会强迫要求美舰改变航道 所以航道改变了之后 当然这个解放军的军舰 也就没有在禁逼 当时如果再近一点 或者是再没有双方的自治 很有可能随时就会发生碰撞 那么所以美军当时还说 试图要求共军舰 离开航道 但是并没有被理会 显然双方你看国防首长没有沟通管道 就是随时可能有这样的擦枪走火 加火加拿大的国防部长安南德说 当时他们都在新加坡参加第二十届的香格里拉对话会议 那么加拿大已经对这件事情跟相关方面进行沟通 也是说跟中国沟通吗 跟美国沟通吗 那么美国第七舰队F-35B夜讯画面也难得曝光了 在这个曝光的画面告诉大家 美国夜讯的紧密程度 的确也对于相关的台海印太关系都加以关注 也担心随时会有状况发生 甚至有专家分析 为什么说美国的航母危险了 他说美国本来当然在航母海军舰队的领先的程度是很大的 但现在跟大陆的差距正在缩小当中 其中像比方说山东舰好了 辽宁舰 虽然从岛东攻击1980年来苏联式的设计限制了打击力 所以现在福建舰加入之后 立刻改变了这个局势跟强弱的态势 分析表示这个新的航母受到北京海上军力壮大 华府在太平洋海军的优势 变成被个侵蚀的现象 军力产生了一些危机 那么以至于让美方也非常的紧张跟关注 双方如果真的随时有可能一触即发的话 那么当中的军力也就是关键了 委员怎么看 今天六四天安门 蔡总统发文就先讲民主 反而把姓氏二案件先 大家过了就算了 忘了吗 蔡英文讲六四非常有趣 他提的是贵州地铁大合唱的一个新闻 地铁大合唱唱什么歌 就是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 这首歌在大陆不算是有名 但是竟然蔡总统提出来了 我就把歌词念给他听 你曾经热爱的那个人 这一生也不会再见面 你等在这文化的废墟 以没有人觉得你狂野 那些让人敬仰的神殿 只在无知的人心中灵验 我住在属于我的租圈 这一夜无眠 这不在讲性骚扰吗 就是性骚扰 你为什么不处理 你把一个可以摆在性骚扰上的歌曲 然后说中国年轻人有一天 能够自由自在的歌唱 那表示你跟中国同一国 不然你这么关心干什么 那能不能自由歌唱 我述给蔡英文说 台湾创作的歌曲 现在还没有几首可以站上世界舞台 但是大陆上的什么 早安龙魁 什么可可托海的牧羊人 西海情歌都编成全世界传唱的歌曲 蔡英文 你有对台湾的流行歌曲 尽出一分的贡献吗 台湾的年轻人 如果不是大敢开唱 讲那种三字经的话 大概不能登上你所谓的舞台 自由自在的歌唱 至于谈赖清德 他谈了这个六四 他说台湾未继5月35号 这很好笑 他探说王丹 请问一下 王丹现在是 我暂且不提 这台湾示范大学的教授 下学里写的一篇文章 刚刚登上各大媒体上面 他们怎么写 从天安门到岗门 不是讲你王丹不是讲谁 所以你们这个时候 还有脸来谈这个事情 你们怎么处理王丹 王丹现在还是 新竹清华大学的教师 你们该怎么处理清华大学 新竹清华大学的王丹 不要沾玷污 现在如果性情委员会通过的话 有可能他在教育部上 会没有办法到台湾来任职 现在问题蔡英文跟赖清德 处不处理 他搞不好就摆烂 所以游英文讲对 这个族群会跑掉 但是我其实最担心这族群跑掉了 什么四个族群青年 妇女等等 跑掉的选票 从赖清德跑到哪里去 会跑到柯文哲 可能不会到侯友宇那边去 他这样讲让我更惊心胆战 不过尊重这些选民的意思 他如果谁比较能够保障 这个姓平的权利 就支持他没有错 赖清德又想打芒果干 好像说台湾总统 都是由中国决定的 不是 现在台湾总统是由狼选之人 狼是什么 射狼的狼 造狼者选出来的 赖清德你要面对现实 至于这个中美两国在台湾海峡的 一些军力的对撞 实在不太乐见 前段时间在南海 刚刚有了军机的对峙 现在又在台湾海峡 有了军舰的对峙 就表示说 美国以及加拿大或者澳洲 你们的机舰要到 中国的附近海域 你最好自己秤秤金粮 否则中云舰虽然名字取的是 华裔的将军的美国将军的名字 因为这个中云本人是谁 本人是 祖父是中国人 然后祖母英国人 父亲是混血儿 取的是谁 取了夏威夷的土著原住民 所以产生中云这么一个 优秀的一个海军将领 用它名字 特别是要到台湾海峡的挑衅 大陆当然会觉得人家挑衅 要不要一直挑衅下去 我觉得中美两国最好 自己奠奠金粮 F-35B的夜训 F-35B是一款逆中战机 夜训 其实不管F-35B 所有的舰载机都会进行夜训 前段时间山东舰也在进行夜训 所以这是夜训是正常的 美国地域舰队也没有特别 厉害到哪里去 不要以为说美国用这个所谓的 他们现在不是航空母舰夜训 是用一个叫什么 一个叫做战斗舰 是一个什么 突击登陆舰之类的 作为夜训 不要忘记这种舰艇 在东风快递导弹的攻击底下 比航空母舰更没有生存的几率 你拿这个来夜训有什么意义 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至于中国的航空母舰的战斗力 是不是一天一天提升 世界各地都有报道 但是这基本上我们还是希望 不要在西太平洋 发生这种庞大的战争 这个对美国 中国都讨不了便宜 但是中国强调了 中美两国应该建立新型的大国关系 就是互相尊重 你不要以为中国就是 日本韩国那种小弟 随便听你美国使唤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中美两国的较劲永远就有完没完 民进党政府你要靠在美国那边 那只好先把自己的精良垫一垫吧 教官怎么看呢 当然现在不要忘记中美的国防部长 是没有沟通管道的 完全没有紧急的沟通 可以只站的可能这种讯息的控制管道 所以当这样这样子对峙的时候 是不是真的挺危险的 我很感慨 96年飞弹危机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我在高师单位服务 我也知道整个过程经过我都很了解 因为我就在世卫市 就在李正辉总统身边 所以那个时候 中共有一艘军舰出来 他最新的军舰出来 要挡他的航空母舰 美国航空母舰 但是老美的军舰 只是用一个电子战的干扰 那艘军舰就完全通信失去效果 所以他就回去了 他也知道说 如果说美军出来的话 光电子战你就不是他对手 更何况是你实战的那种火炮方面 所以那时候96飞弹危机 也就是因为这样 中共才没有真的动手 现在时代不一样了 你看看一次比一次来讲的话 中共态度越来越强硬 前两天我们才看到RC-135跟殲-16 对着他从前面轨切过去 2001年的时候王丹 他这个殲-8跟他的P-3B 就直接撞上去了 那这次来讲殲-16 因为性能比较好 他可以控制好他的距离 只让他吃尾流 那这次钟云号行过 他还带着加拿大的护航舰 一起过来 那中共来讲的话 解放军是052D苏州号 他从他前面横切过去 我们有一句话叫什么 叫做狭路相逢勇者胜 对不对 狭路相逢就是你敢去那个 其实这种海上军舰相撞的事情 这不是第一次不要怕 对不对 俄罗斯跟美军也撞过 而且主动撞 我想海军一定都听过一句话 无线电呼号叫 我奉命我舰撞你舰 就是俄罗斯苏联 那都是苏联时代 1988年 俄罗斯两艘的军舰 他盾位只有3000吨 他去撞美军1万吨的巡洋舰 然后第一次撞上去以后 他第二次还要再撞 美军一看没有说不对 你还真敢撞我 就掉头就走了 那第二次 其实苏联去撞美国军舰 第二次是撞他什么 撞他核子航空 核子潜舰 美军的核子潜舰 自以为自己的核子潜舰性能比较好 他去追踪俄罗斯的核子潜舰 跟在后面 但是他没想到俄罗斯在前面 他知道了 他潜下去 他过去以后他从上面顶他 然后把他撞坏 第一艘 美国第一艘 这个报废的核子潜舰 就是那一艘 然后因为被撞了下就报废了 那经过这次事件 我怀疑说是两年前 美国的核子潜舰 看来迪克号 到底是怎么被撞的 其实撞那个位置 我们一直很怀疑 对不对 你要不要床头撞到 你说撞到礁石 那应该是船的头 撞到上面的船 应该是上面顶帆 撞到中间部位 到底是什么东西撞到不知道 我觉得这次美国 经过这次事件 其实解放军是给他 一个很大的警告 你在台海 你要知道解放军 我讲解放军有一个优势 叫主场优势 如果真的撞上去以后 人都落海了 或干什么的话 那这些人会不会到这 都变成被中共解放军 从海上捞上去 捞回去了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说 尤其是海上 这种真的是很有胆识 你要很敢死 这个要冒着 就不但是我要勇敢 有那个胆识 要有那个技术 你才可以做这鬼切的动作 不然的话 那个船是不能刹车 不像我们汽车可以刹车的 他刹不住距离判断错误的话 就上去了 上去以后后续结果很难讲 会不会引发 这中美大战也很难讲 但我觉得 引发中美大战可能性不大 但是中国来讲 如果真的在这边 台湾海峡撞上的话 中国的解放军 它是具有主场优势的 这个是可能美军以后 如果说还要再到台海来实现 它的自由航行的话 可能它必须要加以考虑 在这方面的危险接触 因为它的后面支援 随时可以上来 但是你天高皇帝远 每家的部队就相对的 支援 教授怎么看 现在中美的关系 当然还没有真的破冰 但是现在以台湾选情来讲 一直在喊 台湾的蔡总统就是在喊 是这个美国 是中国想要影响台湾选情等等的 但中美关系越紧张 其实对台湾的选情 好像越担心 所以所担心的说 中国试图制造一种 所谓战争的 战争即将到来的这种 印象 企图影响台湾的大选 但是难道 民进党政府 没有在创造这样子的印象吗 那四年以前的芒果干 又是怎么来的呢 那当然我想要先谈一下 就是蔡总统的贴文里头讲说 希望这个大陆的朋友 也能够唱这个自由的唱歌 我们当然希望 大陆的朋友 能够自由的唱歌 我们也希望台湾的朋友 能够自由的唱歌 但是我们的政府 有让我们的朋友 完完全全自由的唱歌吗 我举一个例子 在去年一月的时候 那个时候台湾有一些艺人 比如像肖敬腾 在大陆唱了 方文山作词的同一首歌 我们唱同一首歌 然后陆委会讲什么 这是 这是我们 这首歌叫 我们同唱一首歌 陆委会说 这是统战歌曲 希望台湾的艺人 不要去参与这样子的歌曲的录制 那蔡总统 你的态度是什么 你的陆委会已经告诉大家说 我们的艺人 不可以唱这样子的歌曲 那你今天讲说自由的唱歌 是不是也包含这样子的歌曲呢 那当然第二个 我想要再谈一下 赖清德所讲的 他说台湾跟中国的差别 就是民主跟专制的差别 我突然想到赖清德 前一阵子也讲 他说他是反共不反中 怎么现在突然又变成说 台湾跟中国的差别 是民主跟专制的差别 所以在他的眼里 中国就是专制的了 你不是说你反共不反中吗 怎么一下就把专制 贴在中国这个标签上呢 所以你心里还是反中国的吗 第三个 我也要再强调一件事情 赖清德今天又说了 他说如果大家去支持 这个支持九二共事的人 去跟中国合作 就会消灭中华民国 我觉得这句话非常有趣 因为赖清德前一阵子 也才说 他最想要跟他共进晚餐的是习近平 然后呢 我记得在2014年的时候 他曾经去过中国大陆 那个时候 他还可以到复旦大学去畅谈台独 那时候他去参加台南市政府举办的 成城坡的这个艺术展览 那是在两岸有九二共事的基础之上 在马政府执政的时候所创造的条件 那个时候马政府其实 创造了不少民共对话的机会 今天这样子的机会 在民进党主政的时候反而没有了 所以赖清德是不是 如果你真的想要跟习近平共进晚餐 你是不是应该好好感谢当年的马政府 你是不是应该好好感谢国民党 曾经创造这样一个交流环境 当然了 大家都会认为说 其实那只是选举意愿 我们把这些对照起来 加动起来看 赖清德是这场选战到目前为止 最让人神经错乱的一个候选人